香港国安法对追溯力问题如何规定 是否会限制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驻港国安公署如何规范履职 如何理解勾结国外势力 在7月1日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 对一系列香港国安法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张晓明表示 香港国安法关于追溯力的规定 与国际刑事法通常的规定保持一致 明确不肃及既往 同时他指出应当运用香港现行的法律 来惩治已发生的犯罪行为 香港国安法关于追溯力问题的规定 与国际上刑事法律的通常的规定 是一致的 就是不数据计划 这点是明确的 也表明我们这部法律是遵循了现代法治原则 同时要指出的是香港现行有关的法律当中 这个现行法律包括我刚才讲到的 刑事罪行条例 还包括社团条例 公安条例 官方机密条例等等 都有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规定 应当运用这些法律的规定 来惩治 已经发生的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 有记者提问 香港国安法是否会限制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对此 沈春耀表示 该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置于非常突出的位置 但任何群力都有明确界限 研究起草 这个有关法律中的 国家的高度重视 尊重保障人权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法治原则 你比如说 罪行 法定原则 我通常是说嘛 法无民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民文规定不处罚 这是法明确规定 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 那按依法定罪出现 没有规定的 没有规定的就不能 再比如 无罪假定 或者也有说无罪推定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刑事司法原则 再比如 保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和刑事诉讼的 这个参与人 这个合法的诉讼权力 也都有明确的规定 再比如 一事不在理原则 简要用一个概念 一事不在理 在法律中 有明确的规定 已经 已经经过司法程序 由司法机关 作出 有罪或者无罪的 裁判 那么不得就 同一行为 再次 审判或者追究 等等吧 任何权力 都是 有 法律规定的 明确的界限和范围的 越过了这个底线和范围 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制定 与限制反对派 参选人的相关猜测 张晓明回应说 这种猜测 把立法目的 想得太功利 太短视 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着眼点 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还香港安宁 让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 就是制定香港国安法 绝对不是 把香港的反对派阵营 或者说 泛民阵营 泛民主派阵营 作为一个假想敌 不是这个意思 制定这部法律 它就是要聚焦打击 极少数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而不是整个反对派阵营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 政治上也是多元的 在香港 实行一国两制 应该说这个 已经体现了中央的 这种政治包容 一国有底线 两制有边界 资本主义社会 也有资本主义的 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 也有底线 所以大家都要 遵守规则 都不能 突破底线 针对驻港国安公署 执行职务 不受香港特区管辖 是否属于无网管的问题 张晓明进行详细解释 香港国安法第六十条规定 苏港国安公署 及其人员 执行职务的行为 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 这句话的含义也很清楚 就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 立法司法机构 对国安公署及其人员 执行职务的行为 不能管 这个是 保障国安公署 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 因为国安公署 它行使的权力 已经超出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 自治权的范围 而且它 执行职务的行为 它查办了许多的案件 都涉及了国家秘密 所以 香港特别行政区 当地的机构 不能够管辖 这是 完全合行合理的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 美国大家也知道 它有联邦和州 两套司法体系 有的事情 那州也是管不着的 当然用这个话的意思 不是说 将来这个驻港 国安公署 就是无网管了 国安法本身 对这个国安公署 履行职责的 这个程序 监督 都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规定 对于如何具体定义 勾结国外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张晓明说 一般正常的对外交流交往 不存在涉嫌犯罪的问题 香港国安法第29条 对勾结行为和哪些勾结行为 可能构成犯罪 都有明确规定 主要是两种 两类方式 一个就是为外国 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 踢取 刺探 收买 非法提供 涉及国家安全的 国家秘密或者情报 这个 这也是一种勾结 实际上也是 我们通常所讲的 间谍罪的一些 表现的这个方式 再一类呢 就是 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实施 与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串谋实施 或者 直接或者间接接受 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的指使 控制 资助 或者其他方式的资源 这个国安法的29条 大家看条文就看得出来 后面紧急着就立了五种行为 所以你要跟着五种行为挂钩 才可能构成这一类的犯罪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